我最爱哥哥了,这是小薰经常说的一句话。 没错,他爱上了自己的哥哥,这份爱注定不能光明正大。 他逼自己离开,不想参与哥哥的人生,可他们二人的缘分依旧没有消散。 杨泰是位开朗的男孩,他无父无母,只有一位留在老家的妹妹,他一直努力攒钱,想开一家小店。 这个暑假,妹妹考上了冲绳的高中,很快就要过来和她一起生活。 他将房子收拾得很干净,唯一一间卧室留给了妹妹。 收拾好后,他开着破旧的小卡车来到了码头。 小薰站在邮轮上,挥舞着双手向哥哥打招呼。 杨泰激动地跳起来,妹妹还是和当年一样开朗活泼。 杨泰给妹妹做了拿手好菜,小薰换上清凉的衣服,拿了一瓶冰饮料,这下凉爽多了。 可杨泰看着他暴露在外的大腿,像为老夫妻一样不让他穿得太少。 到家的第一顿饭,两人吃得很开心,可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。 杨泰关紧门窗,用浇湖水接着滴滴答答漏下来的雨水。 小薰将床铺搬到客厅,他想和哥哥一起住。 杨泰扑吃一声笑了出来。 原来,妹妹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害怕下雨,记得他们两个刚去奶奶家时,小薰因为想家,偷偷地溜了出去。 杨泰醒来时,发现身边没有人,瞬间慌张起来,跑出去寻找。 他围着村庄绕了很大一圈,天上突然下起了雨,他浑身都被淋透,但依旧在坚持寻找妹妹。 好在,几分钟后,他终于看到了妹妹身影,他冲过去,妹妹也朝他奔跑。 在相拥的这一刻,他们认定了彼此就是自己最亲的亲人。 雨过天晴后,杨泰告诉妹妹,想哭的话就捏住鼻子,这样就不会流泪了。 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们还是第一次睡得这么近。 小薰下意识握着哥哥的手,感觉特别的安心。 隔天,杨泰带着妹妹去兜风,小薰还是第一次离开小镇,不管什么都感到非常新奇。 可杨泰却心不在焉,原来他和富家女惠子谈恋爱了,还特意带着小薰去接她。 小薰明显被吓到了,但他很快调整好心情接纳了惠子,只要哥哥喜欢,他一切都愿意顺从。 吃饱喝足后,他们来到了游乐园。 小薰去坐摩天轮,哥哥和惠子在下面等着,他开心地向下挥手。 可看到惠子趴在哥哥的肩膀上,他突然感觉到落寞,像是哥哥被别人抢走了一样。 当天晚上,几人在居酒屋吃吃喝喝,谈起了阳太像开店的事情。 隔壁的老王听到后,将这件事情放在了心里。 回到家,小薰对着校服傻傻地笑着,他很快就要去上学了。 无意间,他翻到了一本相册,里面全是他和哥哥的照片。 翻看这些照片,小薰像是故地重游,又感受到了儿时限定的快乐。 几天后,小薰开学了,杨太还是和以前一样送菜上班,只不过现在,他有时还要送快要迟到的妹妹上学,偶尔还会在自家院子里请来朋友小酌一杯,把生活过得平淡且幸福。 更让杨太开心的是,老王听说他想开店后,马上将自己矿闲的门面房以低价租给了他。 这个价格很难令杨太不心动,所以他东拼西凑租下了这间小店,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的装修。 每颗钉子上都带有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 小薰放学后主动找到了惠子,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情绪, 只想知道惠子是不是真的喜欢哥哥。 听到惠子准确地回答,他感到一丝失望,可他又希望哥哥能过得幸福。 杨太的小店已经有了雏形,小薰提着饮料过来看望他,等到天暗下来,杨太终于完工了。 他将好友邀请过来,小店正式营业,三五好友说说笑笑,海边的微风一刻都没有停, 就像杨太的笑容一样,清爽又让人舒心。 杨太站在前面发表感言,朋友们端着酒故意打岔,在有点混乱和欢乐的气氛中, 他们举杯畅饮,为当下的快乐欢呼。 这时,有几个男人朝这里走来,杨太还以为是顾客, 可对方却以主人的语气质问他,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子里? 杨太被带到警局才反应过来自己上当受骗了, 店铺的主人从来没有签过任何合同,而那间店铺他并不打算卖。 准备拆掉进新的大楼,杨太从警局走出来,苦笑一声。 21岁,第一次创业,已失败高中,老王已经消失不见了, 他一毛钱也没有要回来,还欠了一大屁股债。 当天晚上,杨太独自一人站在外面,看着他的背影,小薰思绪万千。 他走上前,杨太赶紧擦干眼泪,他从来不在妹妹面前露出脆弱。 小薰递出一本存折,这里面是杨太自高中错学后给他寄的每一笔钱, 奶奶让他留着,以防不备之需。 现在是时候拿出这笔钱了。 杨太看了两眼,又塞给了他,这是留给小薰的钱,他是不会乱动一分的。 隔天,小店被拆了,杨太站在旁边看着,他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。 不过,梦想还在,一切都可以重来。 他来到菜市场给阿姨们送菜,突然,他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, 回头一看,他是惠子的父亲。 杨太没有任何准备,只能草率地将未来老真人带回了家。 他手忙脚乱地招呼着叔叔,相比于他的紧张,叔叔更加地坦诚。 他从惠子那里听说杨太欠了钱,这次来就是为了给他送钱。 当然,他的意思并不仅仅是帮助杨太,他还希望他拿了钱可以离开惠子。 他经营着一家医院,以后准备让惠子接管。 说白了,他觉得杨太配不上惠子,还有可能会拖他的后腿。 男人给了杨太一大笔钱,让他离开自己的女儿。 杨太觉得有人朝他的心脏开了一枪, 他只是穷,并不是没有自尊,他可以去工地打工,慢慢地还钱,用感情换钱的事情他做不来。 不过,叔叔说得的确很对,他和惠子不是一个世界的人,所以他单方面和惠子分手了。 不被祝福的感情是不会幸福的。 惠子的电话他一个也没有接,事业和情感的双双失意,令杨太一时打不起精神。 惠子找了过来,他在外面疯狂地敲门,还代表父亲向他道歉。 杨太不是不爱惠子了,而是习惯了牺牲自我,让爱的人获得幸福。 只要离开惠子,他的生活就可以回到正轨上,读完大学,去父亲的医院实习,然后一路高升,最后接管。 这是杨太想都不敢想的人生,他除了放手,没有其余的选择。 为了还钱,他真的在工地找了一份工作。 小薰看着哥哥辛苦的样子,瞒着他找了一份兼职。 时间过得很快,小薰马上就要考大学了,老师将杨太喊来,按照小薰以往的成绩,他应该可以考上琉球大学的法文学部。 杨太终于松了一口气,他就知道小薰一定可以的,为了妹妹的学费,他更加卖力地工作了,一天打好几份工,小薰也一直瞒着他在酒店打扫卫生。 这一天,他听到熟悉的声音,是一位中年男人在表演节目,小薰好像认识他。 回到家后,杨太刚刚还嘱咐他好好学习,下一秒就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 醒来后,继续去工地上拼命挣钱,贵子还是找了过来,他通过国家考试了,很快就要成为医生了。 杨太真心地恭喜他,也是时候和他说再见了。 贵子很委屈,自从小薰过来后,他就觉得杨太不太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了,还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很勉强。 如果杨太真的很爱他,有些事情根本无关紧要。 事实证明,在这段感情中,他没有付出太多的爱。 小薰兼职的事情被杨太知道了,他平时不会生气,可小薰马上就要高考了,他很难不发火。 小薰也有一肚子的话想要讲,他不喜欢杨太整天张口闭口都是为了你,更不喜欢他受苦供自己上大学。 一气之下,杨太打了他一巴掌,可小薰依旧没有道歉,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 让哥哥受苦换来的大学,他不想上,他不想让哥哥多为自己考虑,不要从早到晚都在工作。 两人终于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。 小薰不知道去了哪里,一夜没回来,杨太就在院子里等了他一夜,直到天蒙蒙亮,小薰才回来。 他说了一声对不起,逃回了房间。 成绩公开的那天终究是来了,小薰顺利考上大学,杨太开心地在菜市场狂奔,他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。 邻居们也纷纷献上礼物,一起为这个好消息庆祝。 杨太着急地要和小薰干杯庆祝。 可小薰突然要搬出去住,这里房间太小,他一个女孩子住在这里不方便,况且这里离学校太远了。 问题都可以解决,房子小,可以重新租一间大的。 可小薰态度坚定,杨太心中刚刚泛起的涟漪,迅速回归平静。 不管如何,小薰都要出去住,他是时候离开哥哥了。 杨太非常苦闷,不理解妹妹的想法。 有人告诉他,小薰可能是恋爱了,毕竟他已经成年了,没有男朋友才不正常。 听到这儿,有位好友突然想起来,他之前碰到过小薰和一个中年男人见面。 杨太跟着好友所说的地址,找到了一家酒吧,他一眼就认出在舞台上表演的男人,是他的继父。 原来,杨太和小薰不是亲兄妹,当年杨太的妈妈爱上了小薰的父亲,两人很快住到了一起。 小薰和杨太自然而然就成了兄妹,可能是年纪小,两个孩子很快玩到了一起。 可幸福生活没有维持太久,小薰的父亲突然消失不见了。 母亲找了很久,一直没有任何消息,而她自己也病倒了。 她躺在病床上,给杨太嘱咐了最后几句话,小薰是你的妹妹,从今以后,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她,如果想哭的话,就捏住鼻子。 杨太将这句话刻在心里,母亲去世后,她带着妹妹回到了奶奶身边。 没想到,这么多年过去,她又遇到了当年的傅希汉。 她一直以为当年的小薰年纪小,不知道他们不是亲兄妹,可现在来看,小薰是在故意装不知道。 这个男人还是和之前一样,没有任何担当,是小薰主动找的她。 她还嫌女人恐怖,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 不过,她想把小薰接走一起生活。 杨太这么多年的照顾,她也只能说一声谢谢。 杨太莫名地恼火,他们中间十几年所受的苦。 她没有任何愧疚,现在又想回来把女儿领走,脸皮怎么会这么厚。 杨太没忍住,给了她一拳,可她自己也被打倒在地。 男人再次说了一声谢谢,转身离开了酒吧。 杨太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舍得放小薰走。 回到家后,小薰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,旁边还放着那本相册。 她伸出手,慢慢地靠近小薰,却不小心惊醒她。 杨太已经做好决定了,她会放小薰走,让她一个人生活。 为了妹妹的幸福,她再次选择放手。 小薰收拾好行李,杨太也做好饭了。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吃饭。 谁也没有说话,静静地等待分别的一刻。 临走前,杨太将相册交给她保管,希望她不开心的时候可以看看之前的照片。 小薰有很多话想说,可最后都变成了一句,我最喜欢哥哥了。 杨太强忍着眼泪,他们终究还是分别了。 杨太站在楼上,依依不舍地看着她。 小薰突然回头,杨太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。 他们都捏着鼻子,尽量不让眼泪流出来。 很快,一年半过去了,小薰已经适应了大学生活,和哥哥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。 他马上就二十岁了,想明年回岛上参加成人礼。 他虽然找到了父亲,可他的脑子里没有一点父亲关爱自己的回忆。 所以,对于他来说,杨太依就是他最重要的人,是他无可替代的家人。 这天晚上,突然下起了暴雨,还有超大型台风。 小薰没有带伞,只能淋着回去,本以为到家就安全了。 可是台风实在是太大,导致家里停电,就连树枝也被刮倒砸了进来。 玻璃被砸得粉碎,风和雨一下子全涌了进来。 小薰蜷缩在墙角,又委屈又害怕。 可就在这一时,突然有人敲门,是杨太赶来保护他了。 杨太让他把重要的东西收起来,免得淋湿了。 小薰除了相册,什么也没拿。 他们用拉门挡住窗户,再将柜子递在后面。 雨水终于进不来了,可杨太却突然倒了下来。 小薰摸了下他的额头,发现他发烧了,必须立刻去医院。 可杨太坚持不去,外面还下着大雨,他不想让妹妹出去淋雨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雨终于停了。 小薰拨打了急救电话。 经过检查后,医生确定杨太得了心肌炎,应该是平时发生没有在意导致的。 小薰虽然难过,但并不觉得心肌炎会带走一个人的命。 正当他和惠子聊天时,不好的消息传来了。 杨太突然没有了呼吸,小薰愣在那里。 看着医生抢救哥哥,他好像突然听不到声音了。 最终抢救失败,杨太去世了。 葬礼结束后,小薰一个人站在海边,奶奶跟了过来。 他问奶奶,哥哥去了哪里? 就像当初问杨太,妈妈去了哪里? 他们哪里也没有去,一直活在你的心理和记忆中。 其实,杨太和小薰之间的感情,用亲情和爱情来形容都不合适。 而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珍惜和善待。 等小薰成年后,能够独自一人遮挡风雨。 杨太慢慢地从他的世界里消散,他更像是履行了父亲的责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